不小心有另一半生气了怎么办 12星座男人恋爱生存法则快学起来 第一组火象星座的男人 他们是用身体例行直接道歉 并且道歉方式可能与年龄有关 年轻时可能更在意面子 不会直接说对不起 而是透过积极的行动表达歉意 以示态度良好 也会不断地表现自己 女生其实很吃这一套 因为行动比情话更有说服力 土象星座的男人 他们擅长用金钱来解决问题 经常透过美食或承诺来安慰女生 虽然赚钱困难 但除了诚恳道歉外 花点钱也可以哄另一半开心 这显示他们愿意为了维护爱情关系而付出努力 因此若不小心有伴侣生气 老师建议可以先准备好钱包 逢想星座的男人 他们最擅长的是陪伴 他们道歉时会展现出对待客户一样的诚意 这样的态度值得赞扬 因为在与最亲密的人相处时 我们有时可能会变得更加苛刻 将对方的缺点放大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压力忙碌下 很容易陷入物质生活的迷失中 因此我们可以向风向星座学习 争吵时停下脚步 看看对方身上的美好 最后一组水向星座的男人 他们其实是很敏感的 如果另一半生气 他们不理你 这件事情就很大条了 要小心 但因为水向星座的男生比火山还要面子 所以他们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可能会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处理 但当看到女生生气时 他们又会心软 会用拥抱与心灵的沟通战胜心魔 男人们生存法则学起来了吗 小编希望大家的感情都能永远甜蜜蜜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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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